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在這裡跟大家來敬敏 我們的共和教會 一百年來對臺灣社會的貢獻 或是在尊重 傳福音 或是比較重要的 也是為了臺灣的教育 臺灣的醫療來付出 對臺灣民主的發展 也有很多很多的貢獻 所以我每次像我們的共和教會 對臺灣這個土地 我也自己說 對臺灣要有一個很好的運動的總統 所以我堅持臺灣的主體制 所以這幾年來 中國對我們的打壓也不少 但是我也從來沒有屈服過 對一國兩制 我也代表我們所有的臺灣人說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對處理中國的問題 我們不挑釁 我們也不冒進 但是我們得到很多國際朋友的支持 我們穩健來修好臺灣的主管 第二項 在三年外來 我們也很關心這項事情 就是實踐我們的轉型正義 威權時代 很多臺灣人受到威權 所以我們也涉及我們的轉型正義委員會 我們一項一項來的疫情真相 讓臺灣民受到保公民的打壓 臺灣人可以平凡 他們的罪名 我們也成立國家人權的部官 來推動人權教育 另外 我直接要告訴大家 這三年外來 政府很關心這項事情 就是保護家庭的價值 社會安全網及反族的事情 有很大很大的進步 我們作出的 用法律 用政策來作出的 目標就是 我們來照顧中夥 照顧小孩 讓家庭可以安全和完整 這就是我們實踐的 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所以 我們家庭到國家 我非常感謝 我們的丘陸教會 對外這項的支持 我們也希望繼續作為合作 讓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家庭可以更好 我們的國家可以更安全 所以我們繼續向台灣打招 讓台灣更好 謝謝 謝謝大家